陕西省延安市西北部有一个县城为纪念吴启大将军而命名吴启县 吴启一生历世鲁卫处三国通晓兵家法家儒家三家思想在内政军事上都有极高的成就 唐宿宗时将吴启等历史上十位武功卓著的名将供奉于武城王庙内被称为武庙使者 宋徽宗时追尊吴启为广宗博位列宋武庙七十二将之一 但遭奸人陷害乱箭射死 吴启在鲁国为将期间不惜杀死了自己的妻子以获得鲁国人的信任 后来又到了魏国魏文侯任命吴启为将 吴启攻占了秦国的大片徒弟 新领币被设置为西河郡 由吴启担任西河太守 吴启为魏国训练了一支威震天下的精锐部队 魏国因此成为战国前击最强大的国家 在楚国 吴启得到了楚道王的信任 被任命为国相 他发挥自己的政治天赋 在楚国开始变法 很快使楚国强大起来 吞并 百岳 陈 蔡等国 又打败了秦 韩 赵 魏四国 又称霸天下之士 各国都位居于楚国之强 而利益受到损害的楚国贵族 则对吴启恨之入骨 楚道王死祸 这些贵族就策划 在悼念楚道王时下手 吴启早就料到了这一切 他知道自己难逃一死 决心与仇人同归于尽 仇家冲进来的时候 吴启立即趴到了楚道王的尸体上 仇人的乱剑同时射中了楚道王 太子继位后 这些贵族因为损伤先王尸体被治罪 共有七十多家贵族被灭族